香港女童軍總會會章列明會長應該是特首夫人 如果沒有特首夫人可以委任一個人出任 沒有性別限制 林鄭月娥成為本港第一個女特首之後 由於丈夫林兆波不願意擔任公職 會長一職由前特首梁振英夫人梁唐青而續任 我們收到女童軍總會內部文件 建議在會長之下創立新職位執行主席 傳統再被打破 根據修訂版本 執行主席必須由前會長擔任 權力與會長相同 而且沒有設立特定任期 可以做到主動辭職為止 如果行政長官因為沒有妻子 或者他的妻子未能擔任會長 執行主席將會替代出任 女童軍總會將會開會 議程包括通過這項修訂 和委任梁唐青兒擔任執行主席 後任特首李家超當選之後 曾被問到太太林禮禪 會否像過往的特首夫人一樣出任公職 她當時說等太太自己選擇 假設林禮禪無意出任女童軍總會會長 梁唐青兒可以按機制 以執行主席的身份兼任會長 到時她將會再度連任這個職位 到時她將會再度連任這個職位 到時她將會再度連任她 到時她會再度連任這個職位 到時她將會再度連任這個職位 到時她會再度連任這個職位 感谢观看